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华仔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本市旭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一户建 房价是4580万日元,是一二三层建造 面积是99.36,将近100平左右 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内饰 实则看着是一堵墙 其实不是一堵墙,它是一面鞋柜 其实反过来可以看一下来实验室跟着我的脚步 往里面走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的鞋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还可以放一些钥匙之类的,都是完全可以的 接下来在我正对面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洗漱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洗面台 可以看一下这个洗面台隐藏的收纳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我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收纳空间放平时用品绝对是够用的 接下来在我直走的话是这边的空间就是我们放置洗衣机的一个位置了 就是可以放一个大型的洗衣机都是完全OK的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洗浴空间了 这个浴室设计起来高级感也是满满的 而且可以看一下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上面还有晾衣杆可以列挂一些浴巾之类的都是完全OK的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一楼的洗手间的部分 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配备有一面通风换气的一扇窗户 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上二楼看一下 看一下二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格局 好了我们往上走 在我的正对面就是我们的二楼的洗手间部分 跟一楼洗手间部分完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格局 好了之后在我的右手边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二楼的整面的一个就餐一个休闲的空间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沙发对面 我们可以放一个一台电视 可以坐在沙发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电视之类的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沙发坐下去还是感觉很软的很舒服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在我的正对面就是我们的就餐区域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好像有一瓶酒 但是我们不能喝这个酒是放这里装饰用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办公区域 这边也有配备有笔记本电脑 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办公 还也可以当做儿童学习的一个区域也是完全OK的 接下来在我正对面就是我们的厨房区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配备有什么样的设施 这边呢就是有配备有三口梅基灶 这个可以边做菜呀边炒菜呀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烧口箱 可以看一下 虽然很小但是烤面包什么是足够了 然后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多功能性的一个洗碗机 这个洗碗机呢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只要有了这个洗碗机呢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 厨房的面积呢可以看一下厨房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刷碗池 这个刷碗池正正方方的其实看起来看起来还是挺独特的 这边配备有圆水和净水 如果这个按钮呢一直按下去接下来的就是净水 净水的话我是可以我们直接引用的 接下来呢在我的正对面呢就是我们厨房最大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收纳 可以放一些生活用品 碗筷啊之类都是完全OK的 在厨房位置呢配备有这么大的一个收纳真的是太完美了 像厨房呢配备有这么大的收纳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接下来呢我们把门关一下 完了之后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三楼看一下 这楼梯刚上来呢在楼梯的正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次卧 是6.01帖的一个次卧室 这个卧室呢是一个朝西向的一个卧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阳台 完了摄像师在这边看一下 完了外面的阳光还是非常充足的 虽然呢它这个抬头呢就能看到高速道 但是呢关上窗的话是没有没有很大的噪音的 它这个窗户呢设计是密封状态的 所以说歌音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正对面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室了 这边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 这个主卧室呢这个窗口正对着是我们一个朝正南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阳光完全可以照得平来 阳光非常充足 主卧室呢是有6.21帖 作为爸爸妈妈的卧室呢想必是非常好的选择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柜 这个衣柜呢毕竟是主卧室嘛 空间想必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呢我们去下一个房间看一下 下一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儿童房了 这个儿童房呢只有5.01帖 孩子住这个屋子呢空间是足够了 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收纳 小型的收纳柜可以看一下 可以放一些更换的衣物啊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的部分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 这个房子呢距离古丁县的千林大工程站呢 只需要走路12分钟就可以到达 那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点赞留言哦